剛才我說完地搭報, 如果看得到, 那個行動比較好看 就是一二一二一二這樣做 你都可能一半到八年沒八年 其實一半半氣水已經沒了, 那還好 但是呢, 由這個開始 你那個身體的機能, 你的身體功能就能更加一樣 以後會發出一些架橋,要開始時尚路, 然後放入某些架橋, 要跪離跪去, 即是可以接到公佈, 接著可以更加強烈, 就是我做的那些超式的 就是那些什麼跳 就是小肚子跳的跳 然後你軟做就軟 就是再多到球數升級 你用的消耗球的力量 其實除了你做的動作消耗 你自然就是你的肌肉 你做的很小肌肉 你練出來之後 其實就起身了 因為肌肉燒得多過脂肪 所以越練越多肌肉 有時甚至那個好處 就不只是你做運動的時候 在其他時候都有幫助 那這個就是 很多人雖然有這樣的藉口 但其實醫生都已經拆解了 就是原練其實很多人原有在 另一個藉口就是 很大礙的藉口 就是其他人很需要我的照顧 或者很需要有些注意力 所以不可以這麼自知 我一個人自己去做運動 就不理其他人 可能家裏有問題 小朋友需要我的問題 有家庭的人 就可能有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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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理會自己去做運動 然後又不理會自己去做運動 不是 我不想做運動 而是不可以黑暗 不認識別人 那就不怕家庭活動 都不去的 我心裡是很想去做運動 但是… 但是家庭活動 就是吃的 就是你有想法 很多時候也是 你見到很多朋友 就說 約了外奸那邊 就問他去做甚麼 就是吃飯 那如果我約了老爺 在那邊 他就不敢去茶 那全部很多家庭活動 其實都在那裡 都吃的 還有一次過 自是一旦去新的地方 你就會比你平常認識多 因為你… 例如你不浪費 或者你可能是最年輕的人 那你有時也見到 你都不忍心的 那些長輩 你現在吃飯這些 那些東西 就是你過幾天 然後你… 那些人在學生 那些人 在學校